王昏時侯 奧地利維也納 這個就是王宮 大家看看全貌 2018年的雙十節 王昏六點 好過癮 我們現在連地鐵都搭了 因為塞車 我們轉搭地鐵去吃飯 2018年的10月11日星期四 在維也納上午7點多鐘 我們在這個 地方 覺得好美 剛才有些松鼠跳舞給我們看 我們就住這間酒店 在這裡吃早餐 全部都是五星級 好正 感謝主 酒店外面 有松鼠的 好像一幅畫那麼美 2018年的10月11日星期四上午10點10分 仍然在維也納 這個就是 博物館 這個就是他們 很 黑黑有名 又受人民愛戴的 馬利亞杜麗莎皇后 其實是皇帝來的 不是皇后 是皇帝來的 博物館的正門 藝術博物館 多好天 感謝主 這個就是 馬利亞杜麗莎皇帝 這個銅像是35歲的時候 歐洲 歐洲就是這樣的景色 是漂亮的 雖然看到 利了 這個皇冠很大頂 很漂亮 這個小鎮 2018年 10月11日的皇昏 我們來到一個同畫一樣的小鎮 很清涼 很特別的 這個小鎮 在捷克的 這個小鎮 我們已經 看 多有趣 仍然都是捷克這個小鎮 接近皇昏 其實不是 接近是皇昏 接近7點 哇 真是 在電影 才看到 我終於來到這些小鎮 還住啊 還在 在這裡 這個小鎮真是好美 古武洛夫 古武洛夫這個小鎮 真是好美啊 這個城堡 總之就好像在童話世界一樣 這個城堡 河邊 酒店來的 這裏全部都是古籍 這個城堡 這裏全部都是古籍 都有趣 我們一路 進到古城 走去酒店 這裏全部都是古籍 這裏全部都是古籍 這裏都是古籍 這裏 很寧靜 想不到在古鲁洛夫的小城 我們住這麼漂亮的酒店 2018年10月11日 黃昏來到捷克古城區 叫做古... 武洛夫 很有趣的 很古舊 別以為這間房不是好東西 Hello 好東西來的 因為它是古蹟 看窗戶看了古城 我猜不到我可以在這裡睡一晚 電影就看得多了 我們吃晚餐的地點 根本就是一個古堡 我們團友 一個宴戶聖 Hello 我們吃完晚飯 現在8點40分 來觀景台看一下夜景 這個仍然都是古舊樂夫古鎮 大約晚上9點鐘未夠 我們吃完飯 在彈夜街 仍然都在捷克的古武洛夫古城 CK叫做C的捷克 K就是古武洛夫 在彈射 何似在人間 真的很好 環境 晚上 童話的國道 2018年10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7點多鐘 我們仍然在古武洛夫 哇 多漂亮 哇 真是仙境 古武洛夫古鎮 2018年10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7點44分 仍然在古武洛夫古城 吃完早餐 導遊帶我們去逛逛 在古城 都真是漂亮 只是這棵黃樹 已經直回票價了 好可愛 這個景 你不說我都沒有 好可愛 金光燦萬徐小鳳 看全景 可以 哇 懂得玩,就是玩热气球 有红饮的 挺胖的 挺乖的 挺可爱 哈哈 我又行吗 我又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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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为特大教堂 现在在捷克布拉格的旧城 都是布拉格另一个角度 看一个城区 好好天啊,所以很漂亮 这条行都要用交通灯 我们红灯 他们可以上来了 天文中啊 整个地方 在外面 是 要给我的妈妈 我给她了 她给了我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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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很开心 她是很开心 你已经把妈妈的拼了 她是很开心 在裡面就要釘了一個毛 下面的公仔會動的 十二門圖有公仔在轉的 下面的公仔會動的 藍色中那裡 這就是天文鐘 現在正在報時間 三點了 創造說 成為全民主的 做成為全民主的 成為全民主的 布拉格就吃完晚餐 现在大概是7点多钟 提恩教堂 这个不是,这个是天文钟而已 提恩教堂是这个 说夜晚就点了鬼火 2018年的10月13日星期六上午8点05分 感谢主,我们在这间五星级酒店吃完早餐 仍然是金光灿烂的一天 布拉格 9点钟才出发 哇,真是美景处处 2018年的10月13日星期六上午11点 我们到了德国境了 在休息站 是金光灿烂的地方都是这么漂亮 无他的地方大 我们很感恩的了 有钱去旅行赚一下心 德国其中一座皇宫 德国其中一座皇宫 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是真人 这三个黑人 小朋友一定会哭啊 小朋友一定会哭啊 吃午餐啦 在德国 2018年的10月13日星期六下午1点 又在晚上 在韭 Ghana 糟粮 写 plante 有些东西 都像素素素变 有些东西 boxes ind começar 去